金珠年台股内资外资买气回笼 一如预期开红盘就冲上万点 台股人气爆棚 不过全球四大经济风暴却悄悄来临了吗 台股金珠年操作该如何趋吉避凶 俗话说站在风口上猪也会飞 目前市场上的风口在哪里 川津二汇的地点意外选在越南 越南到底凭什么台股的机会又在哪里 过年大家风抢头香 台股开红盘投资人也在抢头香吗 今日大涨的到底追不追 金珠操作为快不破吗 台股在万点上下剧烈震荡 股民要珠是大吉 选择高值利率股市方向吗 哪些高值利率股市苟年行大运 珠年会继续好运旺旺来呢 更多精彩内容都在今天的五七金钱报 欢迎收看五七金钱报 带你了解金钱背后的故事 我是曾幻文 首先欢迎四位来到现场的雨团嘉宾 今天的台北股市呢 珠年顺利开出了一个红盘 这股市呢 看似一片珠世大吉 不过既然是珠年呢 我们帮大家复习一下 三只小猪的故事 三只小猪的故事呢 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 看你从什么角度做切入 比如说如果你是大哥跟二哥的话呢 因为一个房子是茅草做的 一个是木头做的 因为他们太轻敌了 太轻敌这个大野狼的实力呢 所以最后被大野狼吃掉 反而是这个三地 它呢做的这个防御公事做得非常好 这个砖头造的房子呢 让大野狼吹不倒 反而最后赢家呢 是这个珠小弟 那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呢 这个今天大家不要看台北股市 大涨站上万点之后呢 以及全球股市经历了神奇的一月份之后呢 你就失去了戒心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现在全球的基本面 开始出现一些疑虑 所以也导致全球的央行 甚至转为鸽派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 股市继续涨 可是基本面开始有一些疑虑 所以代表今年的行情呢 波动会很大 所以波动会很大呢 所以防御利率反而是你的关键 所以近一段我们广告回来讨论一下 到底哪一些族群可以追 哪一些不可以追 今天台北股市呢 顺利开出一个诸年的红盘 其实不只是台北股市 我们看一下对岸的大陆股市 大陆股市一样 今天在诸年开出一个红盘更强 大陆股市大家看一下 一根长红棒 不只上证 深圳也一样 深圳的指数也大涨将近百分之三 都创下了一个波段的新高 其实之前阿哥就有提醒 入股呢其实有机会慢慢的垫高 不过呢先看一下大家最关心的台北股市 今天的表现 今天这个加权呢上涨了七十一点 重点是他占上了万点来到一万零四点 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外资大买了一百三十亿 三大法轮合计买超一百四十八亿 而且指数创下了两个月新高 那量能呢也回来了创下两个月的最大量 另外更强的是贵买贵买指数呢 他不但喔像这个跟加权对比的话 加权还没有过早盘的高点 可是呢贵买一路呢挺进的到今天的相对最高 所以创下四个月的新高 量能呢这个三百二十亿也不算小 所以上市贵加起来呢合计一千六百多亿 这量能很不错 所以外资跟内资都回来了 另外我们之前一直提醒的 外资在封关之前呢就已经用力的买超 大家看一下过去十一个交易日 只有一天是卖超的 所以呢全部都是买超 今天又买超一百多亿 另外在台子企业部分喔 一样喔 今天的进多单也增加两千多口 所以合计呢来到五点二万口 所以期限或同步做多 那另外因为今天股票都很强啊 族群很多 所以所有的全职股呢纷纷的大涨 我们待会来做这个讨论 不过先请教一下老王 这个呢指数怎么看 今天喔台北股市呢用跳空的方式大涨 那也回补了之前阿哥讲的两个缺口 所以呢今天阿哥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 缺口补完了 接下来你来接棒看一下大盘会怎么走 对因为今天大涨嘛 那其实最简单的无脑操作法就是追多嘛 这是对无脑操作 无脑操作法就是追多 因为看涨追涨嘛 是那如果这样讲的话就太普通了嘛 就不用我了嘛对不对 好就太普通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你今天要看台北台北股市喔 你要先看什么你知道吗 先看美股 先看美股 台股你看喔台股今天是一个左缺右口的形态 对 左缺右口 这我们讲是导众反转嘛 上一次左缺右口在哪边 在哪里 其实我们有讲过嘛在这边 这是一个左缺右口 就大涨了嘛 又出现在一个中间位置的左缺右口 其实美股也一样耶 美股在1月中旬的时候 这边也出现一个左缺右股 大概两个礼拜前 那左缺右口之后它一路往上大涨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来说 照理说台股那 接下来要开始喷出咯 至少再涨一段嘛对不对 可是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 道琼这个RSI 我最常用RSI 它在这边导众反转过这个前高的时候 RSI有没有背离 没有背离 RSI是有过的 还创高的嘛 那台股有没有呢 我们等一下看 因为我要先送大家说 道琼现在怎么看 买充送一下青菜 这跌下来 其实它这一路道琼都守住十字均线 所以你不用恐慌 因为它目前还怎样 还守住嘛 所以简单讲 前一个交易日上礼拜五 低点 下影线 24883就很关键了 只要这个低点不破 我认为都还就会再往上挑战 那对台北股就是一个注意啦 好那看一下 我刚才说台北股是要注意在哪个地方 在这边哦 一样是导众反转 可是我们的RSI 有没有过这个前高 没有 目前没有 目前没有 所以是RSI 大队很聪明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RSI 明天假设有办法再往上 它是会慢慢往上的哦 好那关键在哪一样 我告诉各位观众 关键就在今天这个高点 因为我们说如果是背离的状态之下 它是过不了这个高点的 如果背离要成立 所以短线 假设你想做多指数 你就等这个10065 今天的最高点 突破 你就缺了你再做加码动作 所以10065过的话 这个RSI就不会背离了 那就可以往上跑了啦 对 那你再接下来看 导壮反产重点是不能封闭这个缺口 所以对目前假设有些人听着阿哥的 他持有多单 他流畅到今天为止 那他该怎么停利 当然就看今天的这个多方缺口 因为我们说 虽然RSI有这个背离的危机 但是缺口还存在 导壮反产还存在的情况下 就看今天的低点 9959只要不封闭 我认为加权指数 震荡之下都还有一些在往上走高 是这是加权的部分 那再看OTC 因为我觉得我们操作股票 其实最重要不是看指数啦 因为上礼拜指数有缺口往下 那你就有点失真 其实你要看 操作我们操作股票 看这个中小型 贵百算更强 贵百超强非常强 根本几乎没有回档 他一路沿着这个实陆均 跟美股一样 实陆均往上跑 而且他今天已经突破这个 超级大底 这好几个月 三个月的大底部 大底部的仅限在130.96 基本上今天已经站上了 那站上我们最怕的一件事 就假突破了 所以今天的红K棒 不能跌破了 这非常关键 那不跌破了 因为只要实际均线 慢慢往上 最简单讲 给观众一个最简单的指标 就是看实际均线 只要OTC呢 怎么这个贵百指数 没有跌破实际均线的情况之下 你在各国操作 都还是能够积局去操作 对我相信观众 在听的时候呢 可能有的点头有的摇头 现场来宾也一样 我们今天有准备道具 刚老王讲这个大盘 我不知道赞不赞成 加权你刚刚的结论是什么 只要不封闭缺口 就是能够在往上 好赞成老王说法的请举圈 不赞成的请举差 大家都赞成 你的说法就是缺口不封闭 谢谢各位前辈 只是还有高点 对对对 那贵买呢 贵买是守 贵买守实际均线 实际均线 对 实际均线不跌破 你基本上到目前为止 就算今天大涨 你还是可以基础做多啦 对 个股啦 现场来宾赞成的举圈 怎么都举圈啊 因为大家有志一同 要把这个行情炒了 所以指数还有高点就对了 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共识 好 谢谢这个老王的一个分析 你今天收工了 太简单了 因为阿哥觉得大涨太简单了 所以派我出来 不是你讲三张区 你这样会像华航的鸡想罢工 同工不同酬 对有啊有啊 我等一下后面还准备 哪里何总会想罢工 你才讲三张 准备一下个股 后面还有就对了 我先让这个前辈上来表演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说 今天为什么讲三只小猪的故事呢 因为这行情 今年的波动可能会很大 再让大家回顾一下 今年全世界创下一个 所谓神奇的一月 大家看一下 这个德意志银行统计 全球三十八种的资产 的这个表现 不管是油价 美股 雅股 欧股 甚至这个 金银铜铁等等 汇率 基本上一月份都是正报酬 他是创下近百年来最佳的单月表现 所以指数跟资产的价格是涨的 可是呢 为什么说波动会很大 再看一下右边 右边是大家比较疑虑的 比如说FED开始不升息 转为鸽派 为什么FED转为鸽派 除了川普给他压力之外 但他可能也看到一些数字 所以他变得比较鸽 大家看一下 包括欧元区的GDP 这个去年的年增率 创下四年的新低 甚至有些银行 央行已经开始意外降息 转为鸽派 开始撒钱 怎么会这样 所以基本面不好 可是股市在涨 所以我们说今年的动荡会很大 所以大家做好防御力 就是我们刚讲的三只小猪里面的猪小弟 他的房子做得最坚固 所以他最后才存活下来 这可能是今年投资的一个主轴 不过先请教一下所长 这个代表今年的行情很难做 很难做怎么办 微快不破 这个梗还是很好用 就是也许接下来大家在操作里面 要快进快出 而且不要太贪心 那我们用一个这个 一样是德意志银行里面 他做的所谓民司机周期 不是这个民司机危机 是民司机周期 那有机会跟大家介绍 但是我们看一下他的结论 他里面分为七个阶段 就是有一些资产或说族群 现在适合买进 有些适合卖出 大家参考一下 比如说他认为比较健康发展的 就是现在可以买进 比如像黄金跟贵金属 还有新市场货币等等 但是有一些属于过度交易 比如像靶金 靶金今年特别强 他认为已经有点overbuy 就是买太多了过度交易 那他甚至认为有一些聪明资金 已经开始获利离场了 就是高涨获利了结的 包括他认为美元 有这个迹象 还有半导体 这部分 待会所长会把我们做追踪 那这个属于轻盘恐慌阶段的 像这个地产股 还有美国的互联网公司 还有FANG 他认为是属于轻盘恐慌阶段 那已经承受剧烈 这个抛售的 比如说像比特币等等 这些都已经大跌了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我们刚刚说今年的行情 如果很难做的话 到底哪一些 你觉得有机会 哪一些要特别小心 我想简单来看 为什么要快 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几个事情 它其实就有点像产业的周期 只是产业的周期 现在变动会非常快 因为不利的因素 跟大环境的因素变数太多 我们可以看一下说 为什么我们认为现在的变数比较多 主要我们还是谈 因为中和美贸易战 其实还是影响非常大 对今年最大的变数 还是在中美贸易战 那我们知道说它3月1号 所以如果3月1号之前没听好 那就有问题 然后而且川普有说 这是不容再延的硬性期限 所以说有一些说会延期 90天会不会延到120天等等 到川普的说法是不可能 不可能 除非它又变卦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有比较良善的迹象 就是来自于这三个点 第一个呢 之前它以之前磋商的基础 再往上谈 等于说它不是往下谈 它是往上谈 第二个 美方的工作团队竟然提前到北京 所以它释出善意说 我早点来跟你谈 不是说是日期到的时候才来 提前到 不是迟到 迟到就是没诚意 提前到是有诚意 但是它又不愿意提太高的部长级的 而是副部级 所以它就是一进一退 所以它是释出善意 但又不会很多 但是更重要的是 它有一个节点 谈不成的话 它就有可能会重启战火 但是呢 它问题是我们认为还是比较 没有办法画下据点 最大的原因是因为 它协商是痛点 痛点是什么 一个是结构性的改革 结构性的改革 也就是说你要去调整 现在大陆经济里面的有关政治 你是要整个去调整它的结构 第二个呢 是汇率 是变成是大陆政治里面的经济 简单来讲只要谈到政治 不管是经济上的政治或是政治上的经济 都是大陆的痛点 所以简单来讲 这次我们认为整个的贸易战 其实是画下据点的机会 其实是非常低的 就是你之前一直提醒大家 中美贸易战一直都是在逗点逗点 还没有到据点 没错 这次有可能是惊叹号 OK 对更严重 那接下来有没有什么产业 你觉得可以留意或是要避开的 我想应该是说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去看 第一个Apple像iPhone的一个发展 因为大家在看iPhone的时候 常常会说 它到底带动怎么样的产业 或是它收购量要多少 错了 当时我们在看的时候 因为iPhone Apple它带的东西的时候 以前我们去拜访台湾的企业的时候 它会说我一定要注入iPhone 为什么 我赔钱也要做进去 我只要做进去以后 我可以从其他的企业 其他的品牌厂商赚很多的钱 所以它的逻辑就是说 我们去看这些的相关的功能的时候 去看它的供应链 而不是说只是来看iPhone而已 所以iPhone这一次下半年的新手机 有六个新的商机的机会 所以我们可以看 第一个 它生物的安全验证在升级 大家知道说有Face Face ID 对Face ID 但是现在Touch ID跟Face ID 其实是分开的 如果你用了X的话 原则上它就没有Touch ID 所以它希望能同时内建 那如果同时内建的话 它就要做成 因为它现在没有轰件 那你就要变成在荧幕下里面 有去做指纹辨识的功能 之前的话主要是像高通 超音波的相关的指纹辨识 然后是我们台湾像GIS 这种夜神去做的模组 那现在的话呢 会是在所谓的荧幕下面的一个光学触控 所以相关的一些OLED上面 以后有任何光学触控的话呢 像联发科 它的投资的一个中国的叫做惠鼎科技 其实它的出货量也会非常大 那省顿呢 省顿今天股价竟然涨停 对因为也是相关的一个 屏幕下指纹辨识 对相关的题材 只是如果它要去跟中国大陆竞争的话呢 其实现在他们的目标是从15块美元 一个已经降到8块 所以我们认为说 这个有价格竞争的压力 要去小心一下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整合触控OLED的IC 它以后会做成柔性的OLED触控 只是呢 这个让大家知道 Ulan On Sale 它是趋势 但是呢它主要技术来自于三星 所以原则上商机就 就不在台湾 那另外在升级天线相关的技术来讲的话呢 因为以后会用软板 用MPI的模式 是取代现在LCP的模式 那相关来讲的话呢 对台郡科技生产的 包含它的供应链 台虹 台虹 CFFL的话 我们认为以后会是一个趋势 因为听说新款高阶的一个 iPhone来讲的话 会用四个有关MPI 然后再用两个LCP 是 所以在接下来的话 我们认为说 在增加电池效能这边 它会在电池里面 新装一个叫做 环境温度感测元件 它可以干嘛 它可以Sense里面那个电池的温度 然后呢去评判说 如果你不小心玩游戏 玩太热的话 太热的时候 你要自己去调节一下 否则你很快就会没电 所以它以后会帮你调节电池的相关的一个 你的效能的比例 另外的话呢 它还有所谓的承重电池的系统 所以大家可以看 如果你用的像iPhone X这个东西 去做的话 你可以一整天 其实都不用再充电 真的啊 那它现在新的技术之后 它会让你容量可以用得更久 然后呢其实充电更快 所以我们认为说 这个电池相关的技术 以后尤其是如果能做 在电池里面的一个环境温度的一个感测元件 它也会是一个新的一个趋势跟新的商机 另外的话我们谈到就是说三颗光学的镜头 镜头你知道最大的痛点是在哪里 因为我们都认为说 镜头后面都会凸出来 对啊 很丑啊 很丑 以后的话呢 它用到三颗光学的镜头 它就不会再凸出来 会是平的吗 就是会是平的 就回复到以前那个 贾伯斯时代的镜头都是平的 没错 那时候才是真的是贾伯斯的精神所在 对 接下来的话就是新款的晶片 目前收把不管是从今年或是明年 原则上都会台积电 主家代工S3跟S4 所长你把这个iPhone讲的新功能好像听起来很厉害 可是我还是跟你报告 我过年时候去看那个旧金山的iPhone的旗舰店 都没有人你知道吗 这个电源比这个客户还多 我想这个可以呼应下一张 下一张我们来自于这里 我们本来在节目上就预期说 除了去年 连今年的iPhone的销售量都不符合预期 所以呢我们就要看它新的东西是什么 新的东西呢除了我们说iPhone上面以外 另外的话还有更炫的东西 会成为新的趋势的东西 所以呢现在有所谓智慧支部的相关的技术 智慧支部 也就是说以后现在是手套 这种通常会是在你包含有一些亚健康的人 或是相关的一些身体上面 有一些小毛病的人 其实它以后都可以帮你去弄血压 还有侦测心跳等等 所以以后呢你也不用常常要去测 你就单纯戴一个手套 然后配合iPhone或iWatch 你就可以用了 所以这是新的东西 会有针对特定的一个族群 另外的话可卷曲的萤幕 我想大家都很熟嘛 那它就以后就会有特定的应用 不是说你只有打开 折解来是小的打开是大的 它最重要是它相关以后会配合相关 它的一些相关的程式跟一些游戏 所以可远区的一个萤幕这边 我们认为也是新的一个相关的技术 另外呢 大家看到是整个机器人的系统 那机器人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们认为说它以后会甚至是 跟电动车去做配合 所以我们认为说 它未来有可能在2023年 甚至在2025年的时候 我们认为它推出Apple Card的机会 其实也是有 你觉得还是有是不是 还是有的 因为它需要新的产品 新的大量 我想说它之前不是说它要裁员吗 是 可是裁员跟我们未来要推出来 因为它认为它时机没那么快 主要是相关的电动车的一个商机 我们认为还是要慢慢的 那个布局 除了手机之外 其实苹果还是有布局 未来的一些新的商机在这里 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 先让大家知道一下 没错 所以最后的话呢 这都是讲 我们认为是比较看得到商机的 可是呢 也要提醒观众 就是在今 对你要提醒什么 对今年的整个的车用 不是太好的情况之下 尤其是在去年 其实它已经是呈现衰退 大概1.6%左右 对 今年的话呢 目前大家评估是年增率1% 大概是9100万台左右的量 但是呢 这1%的话呢 是没有中美贸易的干扰因素之下 如果有中美贸易干扰的话呢 有可能是衰退3%左右的状况 那目前看起来衰退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对 所以我们认为说 在整个车用相关的晶片 包含我们可以看到瑞萨电子 为什么要去裁员 裁员 而且它等于说已经预期到今年 其实也不好 所以大家提醒大家 所以说在车用相关的题材上面 尤其车用晶片上面 其实大家要注意一下 是 非常谢谢所长 带来这个未来的趋势 哪一些有商机 哪一些要避开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快买快出 然后不要太贪心 不过呢有一个地方 你可能可以很贪心 在哪里 今天是租年 之前有一句话说 这个在风口上的租也会飞 那在哪里呢 可能会在越南 为什么讲越南 我们昨天做节目 我们说 这一次的川津二会 在越南 因为越南这一次 可以再办川津二会 所以代表 中国也答应 美国也答应 所以代表呢 越南跟两国 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 非常的好 才有办法 办下川津二会 好这个问题 要请教到何董 我们说这个 越南有可能是 在风口上的租会飞 为什么 因为你看一下 越南股市 大家很久没看到 之前越南股市 从大概500点 涨到1000多点 涨了一倍 大家知道 什么原因吗 那个时候 2016年5月的时候 欧巴马去访问越南 那宣布解除武器经营 简单讲就是 美国跟越南的关系 非常非常好 大幅提升 那跟现在一样 川津二会 可以在越南举行 代表美国跟越南关系也很好 而且那时候越南 也进了 进入一些所谓的国际改革 吸引非常多的民营资金 跟这个外国资本 所以股市大涨 而且2017年11月 越南还举行的APEC峰会 对 所以越南股市一路大涨 那现在呢 全球股市还不错 可是你看越南 整理了这么 回檔了这么久 现在又重新要办 这个所谓的川津二会 所以越南跟台湾有关的 越盖股 是不是开始也有机会 其实在这个部分 我们讲到越盖股之前 我们要这个 郭董就有讲过一次 他说这个中国跟美国 在贸易战的时候呢 受费最大的两个国家是哪里 第一个越南 就是越南 所以我们越盖股 其实已经很多股票 都已经涨了 原来郭董之前就讲过了 第二个叫做墨西哥 墨西哥 对那墨西哥 我们在墨西哥的企业少 越南的企业多 所以你看他的股价 其实他们也就这样涨起来 而且川津会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 会把越南的那个国际的 能见度 能见度打开 而且他这个川普去 总不是带个两串交去吧 总要带个礼物过去 总要偶尔也要给一点好处 其实基本的部分是这样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们从越南的这个 即使说这个两岸的这个贸易战 我也不认为他马上讲讲就好了 反正就是要瞧来瞧去 要瞧很久嘛 就是这样才有细言 所以今年的越盖股就很有戏 对 所以今年的越盖股 其实我们从哪里看 我先给大家看一档股票 那一档股票呢 那百年好核 百合 你看一下 你看这越盖股 当我们台股再往下 在修正的过程里面 它股价是怎样 它涨50% 是 它从今年 那前面不用算 我就从这里算了 涨了50% 它已经偷偷的涨起来 是因为它获利很好吗 没有 因为它是越盖股 所以法人也开始去买 越盖股 那来到这里的时候 你们看 从今年 金珠年来讲 金珠年 大家说要往南方去 越南在南方 才会在南方 越南在台湾的南方 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来 从这个地方来看 你看 今天的很多股票的表现 如虹巨洋 这个也是越盖股 对 那这个也是越盖股 其实你看它的股价 你看这些股价 你看巨洋的股价 它根本就是创高 我们现在讨论 刚刚跟老王在讨论 那个 10140 10148 148 要不要冲过去的时候 他早就冲过去 你看宝城 你看丰泰 然后如虹 如虹少一点 巨洋涨的比较多 那我今天要 为什么要讲那个 昌鑫 我们看到APEC的时候 台商的唯一两个代表是谁 我今天为什么要讲 就是富美新 就是昌鑫 昌鑫是老大 这个越南王 那也就说他两个代表 那个他们的总理 还有他们的前国家主席 会面的时候 就那两个 这两个人 其中一个是 就一个哥哥 一个弟弟 对 丁广青跟丁广洪 所以昌鑫算是越南王 对 而且 他们公司要有公司楼下 对 我知道在楼下 你知道吗 他们他们在那个胡志明市 第七郡 推出来的房子 你这三点钟就不完 真的假的 每一个案子都三个小时 以内结束 所以一个经济体 要开始蓬勃的时候 房地产都会先涨 另外一个他全部投资 除了这本业 他本业 他有证券 他不是证券 现在我们台湾去越南 只有他一家投资证券公司 他是第二大 他还有投资 互新人寿 还有互新产险 还有互新投信 我们都还没去 他都已经在金融的 布局团 他还有电视台 其实 还有电视台 对啊 其实TPPS 第二大股东 就是富美新 第二大他仅次于 这个 这个我们2498的那个 宏达店 对不对 所以基本的架构上来讲 你看到这样 如果未来的产业 对一个 一个经济体在腾飞的时候 我们讲叫腾飞 对 因为中国的房地产 像这个大连 我以前在那个青岛的时候 那房子涨了一百倍啊 对 你能想过台湾的房子涨一百倍吗 早就被打死 这可以讲吗 就是这个核档发迹的时候 没有 那个时候我去跟青岛还有合作的时候 那时候一平米 因为他们比较大我比较小 那我是他们那个奇卧公司的副董事长 那他就说你是员工我就配房子给你 对 盖在那个 那个滨海路旁边的 第一排第一排 第一排 没挡到一千 一平米一千多块而已 就后来 后来现在十七万 就涨一百倍啊 就一百倍嘛 嗯 对不对 那就是这样 所以黄地产我刚刚讲到了 富美新 他是在 胡志明是第七郡 是 第七郡里面 他里面都要推出来 就两三公斤了 就卖完了 对 所以来到这里我们不是讲他的那个房地产 因为房地产是他弟弟 但是他往哪一个方向 他全部往金融 金融业 金融跟媒体 金融跟媒体 金融跟媒体以后都是寡战 基本的架构上来讲 所以他本业是这样 本业也做得很好 本业也还不错 本业就是Tesla的供应链 大概一年大概是赚一块八两块吧 大概就是这样 一块八两块那你重点的是 如果要让他飞起来 就是租在风口上也会飞 让他飞起来 随便一个公司灌进去 他业绩脚就跳起来了 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刚刚看到了 那边晃一下 我们再把KFIN拉过来 把拉到这一台 对 麻烦这个打过 你看百合的股价是这样 对 他是靠的是 基本上就是一般的产业 那你看他的位置在哪里 位置在这里 是 我们如果用那个图 再放一下那个 这个周线图 他其实前一阵子在讲 昌星的周线 这是昌星 昌星的周线 好 换昌星的周线 昌星现在位阶在这里 再把昌星的周线把它拉在 缩小 你看他之前 再涨 再拉缩小一点 我们再涨月盖股的时候 他已经涨到四十几块了 哦 这一段就是越南股市标的那一段 越南股市标起来的时候 是这样嘛 对吧 那你现在 昌星从十五块标到 从九块二涨到四十块 对 那现在在这里 他是不是做修正完了以后 在这个地方刚好缩练 这个位置不是刚好你的位置吗 这个位置不是回到 这个奇章点的位置吗 所以昌星的周线 看起来跟越南股市的周线好像 一模一样 所以越南股市 一模一样 如果你认为越南股市要涨 他就会涨 对 他完全复制 为什么 因为他有证券啊 你刚刚不是看到我们的基本面吗 是 他有证券公司 有投信 有人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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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产险 对 基本上来讲你看 复新证券 那我还没有写的复新人寿 复新产险 复新投信 然后还有 他还有财经台 对 财经台 所以基本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认为 越南股市会大涨 那他就会大涨 那基本的架构 位置在这里 相比一下 我们把那个昌星的图看一下 再看一下 那个百合的位置 那你看百合都已经涨了 涨一下日线 我都讲说百年好合 你看百合都已经日线 日线 那你看他最近 他已经涨成这样 把它放大一下 放大一点 那这个我们是今年的走势 所以他的位置已经 一定在这 他的位置不是在这里吗 那你同样这个图 把它换成2415 我们不要移位置 同样这个位置 你看一下2415 那2415应该在哪里 在这里 是不是这样 所以基本的架构上来讲 第一个公司是获利的 第二个 未来如果 这个越南的经济体是腾飞的 那其实 在服务业最大受惠的就是 昌星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股价才二十几块 这个会是 基本上 今天外资是小买 我认为这应该是 本土资金会琢磨的一些标的 好非常谢谢何董 这个越南股市呢 可能会是在 中美贸易战底下呢 抢的头箱往上冲的 这大家可以做一个 这个关注 不过呢 想要抢头箱 过年时间 很多人都在玩抢头箱 这个 新闻报道非常多 这部分请教一下老王 这个 抢头箱你知道怎么来的吗 为什么要抢头箱 不知道 好 这里有写 因为 有一说 农历正月初九是天公僧 所以呢大家都会在 初九的子时来祭拜 那传说中 可以抢的第一柱清香的人呢 他就是可以上达天厅 所以玉皇大帝呢 会特别的保佑他 所以呢大家就开始 要抢头箱 不过抢头箱要小心喔 大家看一下 冲太快了把这个箱颅 200公斤都把它撞倒 所以有的寺庙怕大家受伤 还用棉被把它包起来 怕这大家撞到受伤 那当然 讲到抢头箱 今天台北股市 我们先从 加选股市 加选指数看起来 很多个股今天都抢头箱大涨 那到底能不能追呢 因为今天行情实在是太热 我没办法一档一档 让这个分析师来做解读 直接问大家 联发科今天 我们这边配的是 这个K线给我 联发科今天大涨 对不对 那到底明天能不能追 能追的打圈不能追的打叉 请现场赶快我们赶时间 都可以追 好 再来第二档是台表科 今天涨停版 明天可不可以追 能追的打圈不能追的打叉 何懂打叉 不过今天没有时间讲理由 观众朋友记得结论就好 再来加金 加金今天也是涨停 加金可不可以追 请表决 加金都不能追 三票不能追 只有一票可以追 OK 再来 康友KY 之前很弱的 今天呢一样 涨停版 明天可不可以追 两票可以追 两票不可以追 这个大家 就要自己做决定 再来翼龙殿 翼龙殿今天呢 也是最高来到涨停版 创下波段新高 可不可以追 一半一半 来 所掌 确定了 是可以追的 OK好 再来雅德克KY 今天也是大掌 可以追吗 明天 不能追的比较多 好 这是上市的部分 再来看上柜 上柜一样准备六檔 这六檔呢 第一檔神盾 神盾 今天涨停 明天可不可以追 三票可以追 再来 美食 美食间涨停 明天可不可以追 三票可以追 再来是双红 双红 这个就有趣了 双红可不可以追 阿哥 三票可以追 何董说不能追 再来M31 细字财 今天也是涨停 三票可以追 再来 文茂 文茂今天涨了8% 大家看法有点分歧 首长要进入状况 你没有时间想好不好 我们节目时间有限 所以三票可以追 最后一档台半 台半今天留一个上影线 40票都觉得可以追 好 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所以很快让我跟朋友知道 不过呢老王也有准备 他认为 哪一些今天是抢头箱可以追 哪一些抢头箱不可以追 因为今天行情实在太热了 没办法一档一档讲 快点 其实如果手脚够快 连一档都可以追 是这样 你知道兔宝宝以前有个卡通 就兔宝宝 对 兔宝宝最喜欢吃什么 就吃红萝卜 因为它会变壮 对 那你知道台国的投资人 就散户你要吃什么 你不肯吃 你千万不要吃红萝卜 为什么 因为红萝卜太硬咬不下去 所以你要吃什么 你要吃白 白萝卜 白萝卜就不硬吗 因为白萝卜 因为我们取个谐音 因为白萝卜是怎样 白菜头 对照到我们今天刚开春就是喝彩头 好彩头 好彩头 所以投资人最想要就是吃白萝卜 喝彩头 那我今天教大家 其实今天股票很多 像刚才很多都是第一根藏红 对啊 其实有的好几根 但是在今天第一根开盘日 来了一个好彩头 那这种股票 像这个刚才谈到双红 那它已经领先散热族群 全部创了一个新高 代表它是第一个冲出去的嘛 是 那你能不能追 短线你都做得快一点 因为它还没解禁币 它今天还在关禁币 那今天会去追的人 就代表认为它开这个禁币 信心蛮强的就对了 信心蛮强就是会创高 创高涨多少 涨多少你就要看了嘛 问题是它今天已经涨了一个10%了 所以如果你问我 我会觉得说 你可以找相关散热族群的 我们讲这个前提 如果双红可以继续大涨 那其他的会不涨 其他的散热 不太可能嘛 那比如说一档 这个泰塑 泰塑之前双红大涨的时候 它也跟着一路大涨 而且它这个算散热族群里面 这股价相对低的 才升了几块 除了一档斜西 307斜西今天跳空涨停 那你可以看来 它的技术现行 它过去跌破月经线之后 这里出现一个左缺右口 导装反转 就大涨 那今天没有导装反转 可是它重新又怎样 站回这个月经线 但是它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投信之前买一堆 买了七八千张 后来这边开始下车 有人下车 可是整体水位都还在六千张左右 有点套劳 显然是套劳 我帮大家画出来 我帮大家计算这个精确的成本区 大概就在这个区间 因为发现今天刚好涨上来 刚好来到成本区而已 如果你是投信 你还没到 你想要做什么事 大家就拉过高 起码拉过我的成本区 双红都飞到天上了 我还在地上 这样当然是一定有机会补涨的 所以如果你要找这个喝拆桃 今天这个开始涨了 没关系 我认为都还有空间 就是喝采桃的部分 另外一场是星新 星新先也是涨了 最后收盏是涨3%多 也是一个喝采桃的概念 喝采桃它看谁 也是投信在买超 新陆这样的股票很有趣 它其实不好操作 你看 它一涨又大跌 又大涨又带大跌 其实不好操作 他股性比较粘 所以你要看谁 你要看投信 因为我把她画出来 就跟着投信涨跌 只要投信迈 他一定大涨 投信跌 他一定跌 那最近投信已經連續好幾天回來連買囉 而且股價已經佔上這個大量的支撐區了 黃色的這個 這根本非常長喔 代表這邊累積非常大的支撐區 那佔上之後要挑戰什麼 我們這裡很明顯一個三角收斂 接下來下個目標就要挑戰這個三角收斂的上緣 只要能夠突破這個下降壓力區 那當然就是一段的漲幅了 可以期待 而且千張大戶 開始在增加 最近你會發現它前一陣子沒漲 沒錯因為千張大戶在往下跑 可是千張大戶在封關前開始回來了 預期今天投信又回來買的情況下 千張大戶可能持續創高 這檔機會當然也是喝拆桃 有機會往上的股票 那講了這麼多喝拆桃 如果今天你的股票漲幅在2%以下 就過世股了 就不是喝拆桃 對 就不是喝拆桃 你就要考慮一下你的豬年 今天的股票一定要漲幅2%以上 2%以上 那你就可能是綠蘿蔔 低於2%就是綠蘿蔔 綠蘿蔔它這不是我P圖的 這是我們中國最新研發的 新品種 對 叫水果蘿蔔 它是可以生吃的 吃起來跟水果一樣 就跟水果玉米一樣 一樣一樣 吃起來是甜的 所以我想告訴大家 我剛剛以為你拿的是那個什麼 不啊還是什麼 它是蘿蔔 那如果你今天發現 你拿到的是一根綠蘿蔔 你也不要灰心 因為我幫大家去挑選幾檔 它今天是綠的 就漲幅在2%以內 我們漲幅一下 今天是綠蘿蔔了 今天要漲到疊的還蠻難找的 那你也不用太灰心 還是有機會 還是有機會 因為它吃起來是甜的 是水果的 那比如說這個聯光通 是這個封關前一個禮拜 我們告訴大家的 那當時告訴大家是因為 這邊有連續的 平常都沒亮 突然連續爆量往上大漲 經過一波的修正整理 我們說有機會 來個N字型的上漲 這基本的技術分析 有沒有這樣的股票還在這裡的 今天幫大家找了一檔 就是這個環科 環科 這邊你看前面都沒什麼量 這種量的那麼低 突然大爆量爆了六七千張 爆在這邊 爆這邊之後 創個小高之後開始震盪 橫盤 接下來當然期待什麼 因為大K你要注意 它回檔守住這個前面的大量的低點 守住守得很漂亮 在這邊 既然要守住低點 人家當然就挑戰 有沒有機會再來一波N字型的上漲 所以我們當然期待這一段的發生 像這種就是綠蘿蔔的概念 吃起來可能會是甜的 那還有一檔股票 就像這個 我當然不是要講姿意 姿意阿哥講過了 他絕對不是綠蘿蔔 對 那麼呼應一下阿哥 他已經大漲了對不對 你要再追他 可以 還有高點 但是問題是你的利潤可能就比較少 那你要找什麼 找綠蘿蔔嘛 來我們看一下 同樣是5G概念圖 就是我們的這個漸漢 哇 這個漸漢呢你看 他前面一波大漲 出現大量的資深在這邊 當然缺口在這邊有沒有看到 這個低點是14.75 一樣跟環境一樣 都守住缺口的一個概念 守住低點喔 那守住低點要幹嘛 做一個橫盤整理之後 你們有沒有看到量已經縮下來 當然一突破這個15.45 這個長期橫盤去結束 當然就有機會再來一波 這些都是一個綠蘿蔔 相對不會最高的 給大家做參考 好非常謝謝老王帶來這個 選股的邏輯喔 不過下個階段呢 回來討論一下 今天行情非常的熱喔 接下來選股呢 到底要選高殖利率還是全值股 還是傳產股 還是中小型股 還是低價股 到底誰最有機會呢 新章廣告馬上回來 好在這個股票市場投資裡面呢 大家希望可以獲利喔 希望可以把錢變大喔 之前阿哥有變一個魔術喔 欸我學會喔 如果把錢變大呢 一秒鐘 就變這麼 欸導播剛有拍到嗎 還是要重來 導播剛有拍到喔 有拍到好 就這樣把錢變大 所以接下來阿哥 你這個魔術我學會 重點是喔 我們的選股 我們看一下這個主題版喔 今年是豬市大集嘛 你知道東方人很喜歡吃豬喔 豬的每一塊部位啊 都有人吃 而且都非常好吃 那其實喔 有人認為喔 比如說松阪豬比較好吃 可是它比較貴 可是其實喔 我們認為啊 每一個部位喔 看你的需求在哪裡 比如說你要做香腸的人 你一定要用豬 這個五花肉 油脂會比較多 那五花肉可是有人覺得 這油脂太多了 所以呢 到底要怎麼選 我要選這個高殖利率 還是權值股 還是金融股 還是傳產股 還是我剛剛講的 有人認為喔 低價股更好 怎麼吃最有利 對 現在最近 最兇的就是中小型成長股嘛 對不對 都漲很兇了嘛 錢都越變越大嘛 股價越變越多嘛 對不對 但這個已經 越來越危險了嘛 只剩下最後一口水 最後一口水 開紅盤之後 最重要是什麼 要把錢變多 把錢 不是變大喔 我剛剛是變大 變大 對 我們已經進步了 你還在變大 我們今天準備 你要想幹嘛 我們今天準備怎麼樣 要把錢變多 變多 怎麼變多呢 我們要先怎麼樣 你不要害怕你的錢變小 因為錢變小以後怎麼樣 唉唷 它越變越多 越變越多 唉唷 不錯 這個什麼股票 就殖利率概念的股 你買它的話 會大股升小股 大股升小股 一張變成五張 對 所以你不要害怕它變小張 對 因為它發股 鼓勵給你以後就變少了嘛 對股本變小 對 但是它越變越多 每年越變越多嘛 所以你看遠一點的話 你要找怎麼樣 可以讓你錢變多股票 變多的股票啦 我們今天是春晚表演嘛 對 有點像 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準備了 兩種可以讓錢變多的方法 方式 美股 美股最流行的一個方法叫什麼 叫做盜窮狗 盜窮狗 對 就是把盜窮裡面呢 那30檔裡面對不對 把去年表現最差的 他們認為說 就像狗一樣 對 把它找出來投資 因為盜窮那30檔基本上 都是很穩健的 不會倒的 會納入盜窮的都是 基本上股票是 值優的才會納入 對值優的嘛 所以已經有人幫你篩選過了嘛 就買表現最差的 它最差的意思是說 我就找殖利率最高嘛 因為股價低 所以殖利率比較高 對 然後來去看隔年的表現 通常都不會太差喔 真的嗎 換成台灣 台灣就是豬年嘛 所以狗年跟豬年 都來了啊 所以狗豬 就是一個很吉祥的東西 就是 現在看起來表現很差 但是未來有機會怎麼樣 替你帶來證報酬 所以我們現在看 盜窮狗的策略 他們怎麼定義 他說 每一年年底 他就開始找 從盜窮30裡面找 10檔殖利率最高的股票 最高的股票 他不用放很久喔 放一年就好了 1月1號買進 然後年底賣出 你就賣出囉 對不對 結果會怎樣 結果我們來看一下 盜窮狗 我們先看前一年喔 因為今年已經新了嘛 2017年收盤的時候 他把 這10檔是殖利率最高的 最高的 2018年他準備要買這些股票的 那時候他的殖利率多少 大概都4%到2%多 其實都不高喔 美股一直升息 但是他們的股票殖利率都不高 那我們可以看 台股殖利率都高得嚇死人了 那我們來看 這些 2018的盜窮狗 2018年美股是表現很差的 我們來看他的表現怎麼樣 結果看到 第一名竟然是我們的默克制藥 他排在這裡喔 對 就你本來想要賺殖利率3.41% 結果你賺多少 賺33% 結果資本利得賺了33% 反而賺翻了喔 賺了10倍喔 就是進可攻 退可守 稻窮狗還蠻好用喔 對阿 就是你賺不到 賺不到33% 你還有3.4% 比一張定存好喔 那如果忽然市場 有題材有炒作的話 哇馬上賺10倍啦 那你說 每一張都這樣嗎 大概有3分之2 他們3分之2 情況一都有 正報酬 稻窮是負報酬喔 就是拿了殖利率 又賺到這個價差 對我們兩邊都賺到 賺翻了啦 還有一些表現不好 表現不好怎麼樣 你就拿殖利率嘛 就撐住不要賣 好 所以同志人最喜歡撐住不要賣嘛 那我們來看 最新的他們已經統計過來了 最新的這個盜窮狗 就是這些 這些 馬上把它錄下來 自己去看 我們就一檔一檔講 我們拿兩檔的線型給大家看 第一檔就是IBM 對IBM是第一名 5.52殖利率 殖利率 但是你看 1月1號買進 開紅盤 我們馬上 他們的開紅盤之後 已經漲了三成了 本來要賺5.5%的 已經賺249%了 那我們來看第二名的那個 艾克森美孚石油股 石油股裡面 石油表現很差喔 但是艾克森美孚 也漲了14% 也漲了14% 也不錯喔 這個東西我們拿來台股用 應該不是不錯喔 所以盜窮狗也可以用在台灣豬 對 台灣叫什麼 就是松阪豬啦 我們給大家一個 我們個人的一個習慣啦 第一我們找100大 我們不要找50大 因為我們上一次買到台積電 中鋼可能長不動 對不對 我們找100大 然後呢 計算最近五年的平均 這樣比較穩定 不要忽然有一年暴衝 這不準嘛 然後呢 把殖利率最高的前10檔 我們把它找出來 給大家參考 我們是開紅盤才會買 我們是 朱年才開始買嘛 人家是音樂一樣買 我們是 開紅盤才開始買嘛 對阿哥講了這個 五年現金平均股利 我覺得這非常好用喔 我個人如果再做殘利投資的話 我會參考這個指標 對像最近志穎 你都不敢追 長那麼多不敢追 那我們來找這些股票 這些股票保證你敢追 為什麼 都沒人跟你搶 我們來看 像第一名的育日車 我們剛才看到美股的值率 多少 2%到5% 5%很多了啦 5%嚇死了 你看育日車 9.1% 會不會只有一兩年賺錢 沒有喔 2013發2萬塊 19.5% 2014發3萬塊 發這麼多 12.5% 22% 21% 平均大概都21% 變換不大喔 平均發2萬1千塊 對 第二名的新副8%嚴穩 2塊 4塊 6塊 5塊 3塊半 大概就是有平均就有4塊喔 你用平均的概念說 你撐個5年 大概就可以拿到這麼多啦 你可以看到 我們通通殖利率 前面10檔通通超過5% 嚇死人 所以我們殖利率怎麼樣 非常高喔 那通通資料 一檔一檔 你覺得這些都是 也突破反壓 站上年限 有些 沒有 這沒有突破反壓 沒有看你標題這樣寫 這標題是之前的啦 所以這些 都沒有突破反壓 都沒有站上連線 阿柯你太累了 代表比較便宜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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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突破反壓 站上連線 你不敢買 你就買這些 都沒有突破反壓 都沒有站上連線 代表什麼 代表很便宜嘛 我們來看一檔沒有站上反壓 也沒有站上連線 這什麼 預日車 你說預日車 多那個嗎 9.1% 9.1% 他上市這麼久了 老公司喔 不能聯融資 公司 到現在也不能融資 上市到現在 他不申請 他不准財務長去申請 申請融資 他不給你買 他就不准你投機 你要買我們公司 他就跟你講 只能定存 不准炒股票 你看喔 這個是封關前那天很熱絡 大家都要壓寶 對不對 結果預日車在 1.1分29秒 成交最後一筆 一張 沒有了 收盤了 後面還有29分鐘 都沒有開盤囉 我說這種股票 沒人敢買 我是法人 我想要買個10張 50張100張 我說不敢買 因為沒有量啊 當年成交量才30張 最高成交量是1000多張 所以沒有量 不會有買盤 所以沒有人跟你搶 沒有人跟你搶 所以為什麼那麼便宜 因為我是有錢人 我想買個2億 沒有量啊 那你是投資人 你買一個 你說阿哥這太貴了 你可以買零股 你買個100股200股 也很簡單嘛 對不對 你說預日車 就是比較好的 看第二檔 新復發 也是蠻好的 8%多的殖利率 過去一段時間 他政府其實很小 非常穩定的公司 對不對 然後法人最近開始在押保 最近一段時間 買了多少 買了6萬張 剛剛預日車法人不敢買 因為沒有量 這一檔新復發 法人已經開始買 成交量已經起來了 重點是什麼 融資一直退 雖然他可以融資 但是賞戶也不敢融資 所以他的殖利率也很高 最近股價開始 因為他又突破反壓 他有沾上年限 所以他是比較強的 所以說2月以後的一個行情 3月你就會開始聽到 大家都在講 講什麼 準備來炒什麼 高殖利率定存股 因為4月 5月就要開始準備 什麼發現金股利了 沒錯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要趕快提前布局 等到3月人家在講高殖利率的時候 他可能不是在這裡 可能是在這裡 可能在這裡 那個時候怎麼講 真的是突破反壓 站上年限 他就變成強勢股了 所以可以看到 新復發過去才44塊上5塊 就這樣說 但是我一定是在這裡 你還不是在這裡 那邊 都在這裡 然後